争论就是难以避免的 不可能说政府做出所有的决定 因为它必须要经由国会的通过和拨款 国会可能会有不同的立场 哪怕他们是一个党 他们可能也是不同的立场 所以来说可能会有改变 可能会有一些观点的差异 那么就刚才听众的一个问题 对于911之后的政策 我也很自信 我们现在会改变前政府的一些政策 他们的政策就是 他们的框架就是 根据对于911的事件的回应 我们现在要改变这样 我们虽然不能忘记911这个事件 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 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不应该是唯一的问题 现在经济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刚才我们这位观众朱先生提出来 就是说911使得中国 对美国展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 他认为是一种美中关系的一种突破 实际上这样讲也不一定完全的准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 克林顿政府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定义 叫战略伙伴关系 而在布什总统上任以后呢 就把它重新设定的叫战略竞争者关系 当时还有很多人就批评 布什政府 这是把这个美中关系呢 好像这种层级降低了一个档次 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这中间有区域吗 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竞争者关系 很有意思 刚才听众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克林顿的刚才那种提法 我觉得他被人缩减了 他真正提到的说是 我们要跟中国一起合作 希望能够和中国成为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布什政府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但并不意味着说 布什政府就不愿意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那么看看这个六方合作 以及处理北韩问题的这个六方会谈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包括于不仅是和美国 也和亚洲这个地区 与俄罗斯与日本与韩国 在六方会谈中也在谈论 对于北韩的一些战略的政策问题 所以有什么差别吗 当然是有的 那么美国跟法国跟英国都有这种差别 但是美国与这些国家也适合作伙伴 他们会有共同的目标来进行努力 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 在六方会谈中 北韩的对于北韩的政策 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到这就是谈到我们你刚才已经提到一些 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国内这两党之间的一些策略的不同 或者一些做法的不同 那么这两党之间呢 甚至包括刚才你也提到 同一个党派之间的人也有互相批评互相指责的时候 那么最近注意到有一个国会的众议员批评奥巴马很多政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 那么反过来呢 也有很多人批评布什总统这一次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这七万亿美元的救世计划的这种做法是社会主义的 你怎么看这些之间的这些争论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大家他们来用这些词 但他根本就不理解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所以在我看来在中国应该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那么中国从邓小平时代 也就是改革开放时代以后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个开放市场 那么虽然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已经不是一种控制性的中央的这种计划经济 而是跟毛泽东时代就是不一样了 那么在美国有许多对于这个救世计划有许多的批评意见 这个七万亿救世计划有许多批评意见 人们说美国变得比社会主义国家 像中国这样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 那么一些领导也觉得现在经济情况很糟 政府应该伸出援手 那我之前提到过说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到底参与的程度有多大 那么政府做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最后的援助人 应该是作为一种基础 作为经济平衡的一种基础 而是说政府直接就参与到银行或者是公司的运作中 那么这是一个据很多差别的在党派意见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们再来说这个周末 我们刚才也提到星期六 二十国集团的首脑会议就要在华盛顿召开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来参加这次会议 来拯救目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危机 这个会议现在有人批评说不能寄予很大的期望 可能没有什么作用 你怎么看 很难说了 我觉得应该是跟他努力来创建这种信心 因为现在的经济情况 特别是这种经济不好的时候 没有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美国是这样 在中国可能和别的国家也是这样 那么人们现在有很多担忧对于他们的工作 对于他们来付房贷的这种能力的担忧 当人们对于这些没有信心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会限制他们的消费 那么这个经济就会放缓 因为人们不再花钱了 不去旅行 不去买东西 不去向银行来贷款 来做他们的生意等等 所以这个周末的这个峰会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因为它显示了世界各地的国家 都愿意来到一起来谈论这个问题 如何来合作解决经济问题 如何来试图寻找一种解决方案 来在支持全球的经济 现在全球经济已经互为联通 然后试图来创建这种信心 那会不会有一种实质性的直接的结果呢 我觉得可能没有 那么就我的这个外交的职业生涯中 我参加过许多这种峰会 APEC的会议 很多这样的会议 那么大家参加这个会呢 都是在这个最高的这个政府领导人之间 创建这种个人的关系 这也是很重要的 哪怕这些峰会没有这种非常实质性的结果出现 但是创建这种关系就是很重要的 那么创建信心的这种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是对此很乐观的 我觉得应该会有用的 我看到了今天早上这种名单 就是来参加会议的这个国家 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名单 我觉得星期六的会议非常重要 那么昨天 那么他想要来这个组织 这个在华盛顿地区的中国人 来欢迎胡锦涛主席 那么包括这里还有日本人 巴西还有法国人 那么在这里的许多人 就华盛顿地区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它有不同的各个国家的人民 那么这些别的国家的总统来的时候 这些本地的这些国家人民 都可以去欢迎他们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 在奥巴马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就和他有过两次互动 可以说先是致电 然后又和他通了电话 那这次胡锦涛来 根据现在这个会议的日子上 可能奥巴马不会有机会 和其他的国家的领导人 包括胡锦涛会面 你认为奥巴马在上任以后 会很快访问中国吗 我不知道对你刚才提的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那么奥巴马 执行当选的奥巴马总统 他已经好几次在过去几周 好几次很明确地表示说 美国现在只有一个政府 只有一个总统 我们不能说同时有两个总统 所以他现在也很当心说 不希望在布什总统 还在在任期间来 就是把他自己的政策 把他自己的讨论来这个公布一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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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